好 觀眾朋友 我要讓你看一張 當年在2001 0203 現在房地產真的很熱 而且價格真的很高 年輕人真的買不起 可是假如你去回推 當時整個台北市 不管是聯合開發 還是BOT 當時的時空背景 讓你了解一下 你就知道為什麼會牽出 這樣所謂的不平等條約 觀眾朋友 這個是什麼條約 這是台北市最有名的精湛 就是台北市的交酒案 觀眾朋友 我們回推 你知道當時的交酒案 精湛更誇張 因為精湛的公共使用面積 只有整個樓板面積的十分之一 你會感覺是完全徒弟的日勝生 可是觀眾朋友 你知道 精湛交酒案當中的標嗎 這是第一次90年12月18號 第二次91年11月15號 第三次92年7月10號 前面兩次都是流標 第三次才出現了一個預約對象 叫做日勝生 觀眾朋友 你知道這個案子 它有多大的讓步嗎 我們從前面來看來看 第一個 政府的價錢 本來底標 你標到之後 要給政府29億 留標 第二次降到24.83億 再留標 最後只好用溢價的方式到18.66億 有沒有土地 告訴他們 你自己有沒有土地 沒有人投標 沒有人投標 那只好降價 另外我們看到 付款跟融資 本來台北市政府 是不給予專案融資 到後面是協調中長期的專案融資 一樣流標 一樣流標 最後是台北市政府 說權利金跟委辦費用 可以慢慢繳 才出現了預約對象 日勝生 所以觀眾朋友有沒有土地 我們現在看起來都有土地 為什麼要這樣降價 可是重點是前面兩次 只要有利可圖 誰都可以標 沒有人投標 我們再看這個案子 觀眾朋友 所以我要回転的時空環境 你看這個土地租金 你現在可以罵他 還有才新建期還給特別優惠 營運期才回到 然後地價漲還租金 還減免 什麼原因 因為前面時期都是流標 所以當時在2001 2002 2003 其實台灣的房地產環境 跟民間投資的意願 是極差無比 所以現變問題 假如我們用現在 來看精湛的價值 那台北市政府圖利一生生 我們假如用現在的價值 來看2003年2002年 簽約的美和市都有土地 可是這個問題來了 我們這前段 就是不能有這種標準 可是更重要的是 其實還有地方 可以來做一些改變的 就是權力分配 我們特地提到這個 權力分配的問題 其實在2006年 07年 美和市開始多工的時候 其實台北市政府 還有一次機會 因為那時候房價已經談了 到底中間 徵收人貿部長 可能變更正常攻擊 那權力分配問題更大 我這樣來談 這個聯合開發案 都是在捷運的系統裡面蓋的 市政府到現在為止 包括還在準備要進行中的 聯開案一共82處 對 那聯開案事實上是中央交通部 他在審查我們捷運系統的時候 他希望我們提高自償性 就是說中央沒那麼多錢 來負擔這個所謂的捷運的造價 所以他希望地方能夠提出所謂的 捷運的所謂的自償性 你自償性越高 這條路線被中央通過 去興建的機會就越高 所以那自償性中 一個最主要的裁員就是聯開 要聯合開發 才會有所謂的裁員 一次性的大收入 對 一次性的大收入 所以未來這種聯開案 勢必隨著捷運路網的 不斷的興建 還是會不斷的增加 這是一個非常正常的一個 這樣的一個所謂的 聯合開發的行為 你以為先講正面了 那聯合開發行為的話 一共82案裡面 其實裡面問題最大的 大概有24處 24處中 因為工地組的 也就是台北市政府或是中央 他工地組的持有比例 在土地的持有比例 超過80%以上 對不起 90%以上 90%以上的話 其中24處中90%以上 還有11處工地組 是百分之百持有 就是正常的 對 百分之百持有 就是台北市政府的 對 那美和市會出問題 就是因為工地組 持有99%多 對 那私立組非常少 比例很小 而私立組後來又 由日增生擁有 對 這問題才會大 那他當時是用所謂的 依照慣例 有用私立組優先開發投資 那私立組就是日增生 日增生就找自己來開發 然後經過我們聯開處審查 他符合開發資格以後 他就來開發了 對 所以等於是說 他自己等於是 自倒自演我就是開發商 這樣的狀況 這個都沒有問題 坦白講都沒有問題 問題是說 你今天權益分別比才是最重要的 剛剛我們看到我們的徐家鑫 我們的這個 房產專家 房產專家講過 到民國96年的時候 這個地方的房地產 它是翻倍漲價 對 跟早期來比較的話 是翻倍在漲 對 問題是96年 也就是郝龍斌市長任內的時候 當時的副市長是林聰醫 當時就是要來談最後的權益分配比 最後一次機會 就最後關鍵 最後的關鍵 最重要的關鍵 這一次一談定以後 以後就照這個權益分配比來談 對 民國90年跟馬司府簽約的時候 當時只有一個條件 就是市政府的權益分配 不得低於30點多%這樣 對 他只說不得低於30點多% 那並沒有說高可以高到哪裡 這個所以在郝市長任內 林聰醫當時經過七八次的推薦 對 退薦了以後 最後才給他增加0.15% 是 0.15% 這個是非常離譜的事情 對 因為如果按照當時的 房地產的行權的話 這個權益分配比 應該大幅調整 應該大幅調整 結果最後 調整出來的結果 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就是美和市的連開案 立面圖 這個立面圖 這邊有個A洞 A洞是辦公大樓 辦公大樓市政府值 不是全洞都是 它是佔大部分的樓層 那各位看到第二個 中間有一個比較平樓層的 叫西洞商場 西洞商場 全部分給台北市政府 然後再過來這邊有個D洞 有個D洞 這一洞是住宅大樓 這個全部是台北市政府的 除我剛剛所說的以外 全部美和市 全部給日子市拿走 對 全部都拿走了 這裡面最大的問題在哪裡 就是說我們表面上 分為30點多% 這個已經是 在當時96年的所謂的 防疫產的價值來講的話 是非常非常非常不合理的 按照監察院的當時所謂的 包括彈劾案跟糾正案 他認為市政府圖利的日增生 按照96年當時的全分比 對 他不是按照彈劾日期來算 是按照96年當時 來談全分比的時候 對 權益分配比的時候 來估說至少圖利110億 那為什麼呢 因為當年高估造價50億 替日增生高估建造價格50億 然後土地這個等於是 低估了將近百億 然後再換算其他的 相關的一些支出成本等等 最後是認定土利110億 這是屬於監察院 糾正案裡面的主文 等於是讓利讓過頭 就變成土利 讓利讓過頭 可是今天市政府不只讓這個利 最重要的是 我調出今年1月 整個小屁壇站的所謂的運量 進來搭捷運的不到2000人 每天 每天不到2000人 平均不到2000人 一個月等於是 平均不到12萬人 一個月不到12萬人 在台北市所有捷運路網裡面 目前來看的話 是算是人數最少最少的站之一 為什麼要拉那條線 這就是當年 後來三萬三線 這個都沒有問題 因為當地的立法委員 什麼民意的都是他極力爭取的 他們說極力爭取 竟然能夠到 這個可以理解的 到這邊沒有問題 就是說2000 問題是說一個月12萬人 給各位一個數字 我們捷運站體 它分做A級 就是說廣告效益來講 或商業效益來講 分做A級站 B級站 C級站 A級站就是一個月 大概要四五百萬人 台北火車站 對 台北火車站 市府站等等 B級站差不多要 100到300萬人之間 你想想看那12萬人 12萬人你就知道 它爛到什麼程度了 所以這個地方 是沒有任何商業價值的 是 那這樣的情況之下的話 等於市政府所分到的商場 而且這個商場的公設比 我跟各位報告70% 70% 也就是說70%都是公共設施 立委員 我說實在話 因為等到三環三線蓋起來之後 可能小便利台站 人量會多 人量會稍微多一點 可是公設比70%商場就很 商場公設比70% 我們分到的幾乎是公共設施 只有30%才是真正的店面 可以來營運的 各位一聽到公設比70% 所以這個就非常的荒謬 而且這裡你想想看 除非有未來是 有未來希望 否則的話 目前商場是沒有人會去租 沒有人願意來這邊來租 沒有人留 所以市政府拿到這個商場的話 等於是目前是 蚊子商場 完全蚊子商場 這裡的辦公道樓坦白講 也幾乎沒有人願意來租 所以市政府 當時在分樓層的時候 非常的荒謬 按照我們另外一位議員 他都舉發的 竟然在捷運局裡面 在談分樓層的時候 是由日深深主導的 當主席 我來分 對 所以市政府全盤接受 全盤接受 所以這樣的狀況之下的話 為什麼說日深深這樣的弊案 是非常的明顯的 圖力是非常的明顯 但是問題是說 我們的柯市長 在今年的1月9號 竟然他自己當主席 主席叫柯市長文哲 然後呢 他的1月9號竟然才是 美和市重定本府權益分配比率案 同意仲裁放置辦理 對 什麼意思 他竟然自己是當主席 同意美和市的這個 到底是要76億 還是要90億 還是最後是35億 要幾億 同意仲裁 他不是說仲裁可能會輸 仲裁就完蛋了 仲裁就是依照仲裁法 美和市日深深 自己找一個仲裁委員 台北市政府去找 另外一個仲裁委員 雙方在合議一個仲裁委員 當主席 三個人就決定一切了 對 這三個人短期之內 我可以預期 大概這兩三個月之內 就做出仲裁 那柯文哲為什麼要同意仲裁 我嚴重質疑 其實美和市日深深 在去年好農賓時期 早就想要仲裁了 所有的業者 都希望能交付仲裁 可是我相信 好市長在府內的內籤裡面 一直沒有同意他仲裁 因為仲裁市政府輸的 輸面是非常非常高的 所有從過去所有 只要民間的廠商 跟政府來談仲裁的話 政府幾乎大部分都是輸的 就算不輸了 比如說來講 我們要76億 這是好農賓市場要的對不對 最後76億 我估計仲裁是絕對拿不到的 我估計 連那一張本票那個35億 能不能拿得到 我認為都出嚴重的問題 還給他就對了 如果可能你那一部分的錢 還要還給他 對 所以這樣的狀況來講的話 柯文哲竟然同意交付仲裁 如果這個事情 當年是好農賓做的 在議會裡面 早就被訂了買頭包了 對 結果因為是柯市長 大家認為說他可能被騙了 他可能是散議的 他可能是什麼樣的情況 他可能是剛上任 搞不清狀況 對 這種狀況的話 他還好意思在外面講說 我們仲裁可能會輸 對 然後這也就是說 這是最大的案子 那我覺得你看 這裡面毛不矛盾 而且從過去到現在 談五大案 我覺得柯文哲似乎 對這個日盛生 日盛生似乎講話 批評上面 我覺得比較輕 對林隆賢比較輕 對 他並沒有說 並沒有說 因為這個案子非常的荒謬 對林隆賢說 你是好像用刀叉吃人肉 對 交久轉應戰剛剛不是談了嗎 對 其實交久轉應戰 也是 他的案子 雖然說沒有錯 90年91年兩次流標 92年才開始標出去 對不對 BOT案 各位如果我講的簡單一件事情 在場三位就可以瞠目結舌 你第三次也沒關係 我可以跟你其他條件 對 可是竟然中華民國 第一個BOT案 可以給他蓋住宅 蓋辦公大樓 一共976戶讓他賣光 對 而且是50年加20年的BOT案 讓他賣光 那賣光的錢 依照我們估計 可以拿到120億 那融資又給他88億 政府幫他擔保的 政府幫他擔保 88億 88億再加上他賣掉那個 賣掉那個大約120億的 這樣的一個錢 他可以收所謂的 施工期間有所謂的欺負款 對 他根本就拿了88億 加上120億的欺負款有沒有 完全免費蓋這個 這個所謂的交久轉應戰 對 蓋完以後呢 嚇死人了 那120億拿到死兆以後 全部進帳了 對 進帳以後開始落在10億 對 除此以外 所有的商場 隱城 旅館 還有包括那個轉應戰 是 讓他大賺70年 是 各位想想看 對 我幫他顧過了 我幫他顧過了 至少盡利700億以上 那時候台北市議會在做什麼 可以 能各位報告一下 所有的聯開案 所有BOT案 所有設定體產案 當他還在公告期間 沒有招標之前 我們議員通通不能調資料 視為機密 是 所以為什麼監察院說 美和事案是 黑箱作業到底在這裡 對 我講白了 連同 現在遠雄大巨蛋那一個 說監察院說有39項缺失 然後裡面過去跟 然後裡面呢 過去跟這個遠雄大巨蛋 談了22項有共識的 15項沒共識的 我們現在要去調那個資料 對不起 全部列入機密 我們議員連調子不能調 為什麼給省預算 省預算也不能調 省預算也不能調 也不能調 我講白一句話 所有的這些案子 只要他沒有標出去之前 沒有簽約之前 沒有簽約 沒有標出去之前 我們議員全部 沒有任何管道可以介入 只有他一完標了 一簽約了以後 這些簽約書 才能夠給議員 我剛剛有難去講 因為說實在 打郭台銘 打蔡銘忠 打趙騰雄 這些人感覺有 比較有媒體健康度 林榮顯 林榮顯是誰 日盛生 日盛生活科技 這是賣健康食品嗎 沒知名度 變成說有知名度的猛打 沒知名度的就放過 這是哪一招 台北政府現在柯市長是哪一招 我覺得也沒有 特別看得出來說 柯民主會放過這個美和氏 因為他畢竟今天還特別講說 事實上 冰山最大的很可能是美和氏 可能是日盛生 應該講是日盛生 所以看起來也不見得 只是說 我覺得他現在似乎有一點點 在拋出一些訊息 在替自己打預防針 就是說他先前都喊得很大聲 但是你看喊得那麼大聲 三創到現在 他也放送消息說 其實郭台銘透過關係 來跟他打過招呼 而且他三創 年通道還沒蓋 到目前為止 年通道還沒有去 台北政府應該要求的 年通道連影子都沒有 那個我還特別去看 六月嘛 說今年六月要把它蓋完 怎麼可能蓋得起來 看起來好像這邊 就已經放過英馬了 先前吵了非常多 展示了他的魄力之後 好像就一切 就已經順利的讓他通過了 另外先前像富邦 他也是吵了一段時間之後 這個尼索華就談了以後 講到說權力經 是不是重新談一談 好像富邦也沒什麼 太大的問題了 巨蛋出口六公尺 還是六公尺 只是換位置也沒事 對於柯文哲來說 我反而覺得說 當然趙騰生是因為 現在有案在生 所以他可能認定說 他的形象 相對來說比較差 所以他要罵趙騰兄 罵到罪凶 所以態度也最等他 讓他遲到了15分鐘 讓他在那邊瞎等之類的 所以我覺得 柯文哲在做這件事情 第一個他藉由這些案子立威 這件事情我覺得蠻明顯的 第二個藉由這個案子顯示出來 他炮打財團的破例 這點還蠻明顯的 但是同一個時間點 他顯示出來 他對這些案子不夠了解 就在搬出大炮打完之後 回去翻翻相關合約 我們都很可能會輸 這個權力競爭當初的狀況 其實有他的一些環境時空的條件 不管是SARS也好 科技泡沫化也好等等 所以接下來他相關的事情 都越講越小聲 越講越小聲 所以到底事情怎麼樣 我覺得他既然講開放政府 學民參與 當然議員也說 先前調資料都調不到 現在調得到了吧 而且你自己也認為 他說他是開放政府 這到底可以開放多少 否則都是他嘴巴講 他今天說A有罪 大家就炒啊 他說B有罪 大家就炒B 不曉得到底怎麼樣 我覺得台灣現在邏輯有問題 因為觀眾朋友還記得 上個月台灣高鐵嗎 我們看到日勝生 這個政府低估了 廠商圖利 要把錢退回來 觀眾朋友台灣高鐵是反例 假如美和事的日勝生 日勝生蓋美和事 假如台灣高鐵也是日勝生承包 觀眾朋友問題就來了 因為台灣高鐵 政府感覺高估了什麼東西 所以假如這個理論 合獲去就是政府低估 徒弟日勝生 日勝生要退回76億 假如台灣高鐵是日勝生蓋的 政府不是要退1500億 給日勝生嗎 所以這個台灣的 不管是BOT也好 聯合開發也好 現在台灣邏輯有問題 被整個台北市整個打亂 我們今天的廣告 回來觀察 因爲什麼 房價過高熱和貨 房價真的過高嗎 至少我們財政部長 商社員開不過去 囤房稅要來了 怎麼每天都有房地產稅呢 這樣的廣告 回來告訴你什麼是囤房稅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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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